那我要开始了 大家好,我们是线上组的 那我们今天比较想要着重讨论的点是在台湾电动车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会比较着重在电动车这个主题上去做讨论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台湾电动车的一个现况 那目前到截至到2023去年为止的话 其实台湾的电动车的市占率的话大概是6% 那在国外的话大概是16%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中间还有就是可以努力的一个部分 对那还有就是在目前台湾的一个法令 我们是有在推动说希望2030年之前 在2030年的时候公务车辆跟大巴士可以全部都是进行电动化 那在2040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全面开始贩售那种电动的汽车 那在讲完比较政府跟比较一个大方向的一个现况之后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在个人或只是在民间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况 那像我自己本身有开车 那其实刚刚就是助教有问我说我会不会想要换电动车 我答案是不会 因为其实会有一些当然就是其实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电价的 就是它本身这台车的车架的部分 还有一些充电桩的部分 那当然在如果提到就是价格跟电动充电桩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再更仔细去思考 说比方说我现在住在住宅里面 那住宅里面到底一定会有些住户有电动车 一定有些住户没有电动车 那究竟这样子的到底充电桩要怎么设立 那该怎么收费 其实还有相关法令的探讨 其实都是我们后面可以去探讨很多的一个部分 对那我们先跳到下一页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电动车的一个优缺点的部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缺点明显的比优点了一些些 那我们先从优点开始看 那优点的话其实第一个的话 以经济方面来考量的话 其实不用拍照税也不用燃料税 那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诱因 对那也因为它本身它是电动车 所以它会需要维修的结构跟零件其实比较少 那当然还有就像狗狗楼是有名的 就是它开车的几乎就是没有声音 那狗狗楼骑车经过你 你就说还会被吓到 就是因为它其实非常的安静又平稳 那相对的在行进间 它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 它其实不会有废弃的干扰 对还有呢 当然就是它虽然是会 它虽然它的电的来源是煤炭 但是它的排摊其实可以比较减少 比较击重 那还有当然额外的它的一些优点 就是它比较加分的部分 像有一些品牌 像有一些电动车 它们有一些特殊功能 比方说自动驾驶 或者是一些宠物友善的那种宠物模式 就是主人下车之后 那狗狗在车上 那车子会放氧气 让狗狗不至于产生一些危险 对那当然我们还有提到 就是说像 我们觉得电动车的有一些品牌 它是走一个平价奢华的路线 对那其实品牌倾向相信 也会是一些友谊 那当然在如果未来电动车的趋势普及之后的话 它其实在能源的效率会提高 那能源的成本也会降低 那当然提完优点就不能不讲缺点 那其实缺点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是我们归类起来的话 其实第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缺点还是充电桩的部分 因为充电桩它其实现在 它的比例比较少 其实你去饭店 你去Shopping Mall 你看到的大概一层 就是一层停车场里面 大概也不到10个的一个充电桩的位置 所以其实比较少 而且它的建制成本其实也高 那再加上你充电桩设立之后 你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维护 那像刚刚提到的社区之间的那种 就是使用者付费 到底我今天我是开油车的 但是我的邻居想要用电 他想要就是设立充电桩 那那个费用到底是谁要去除 那变成是说充电桩设立之后 相关的一些管理维护 还有一些法令 其实会有更多的延伸跟挑战 需要来去做一些思考 那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很比较新 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那物以稀为贵嘛 所以它的单价就一定会比较高 那它可以选择新的车款就会比较少 那民众的认知也就会有限 那当然还有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是 它毕竟我们现在电动车主要 全部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车厂 所以其实可能在国内没有一个 可以相对应的车厂去与之比较或进价 那变成说在价格波动方面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自己的去控制 那再讲到讲完这些缺点 这我们想要再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充电桩其实在山区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缺点跟考量 像因为它如果在山区的话 我们想要用把电动车开到山上去 我们就必须要额外的去担心说 那我的车会不会开到山上去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充电 或者是它的续航力会不会让我开到一半 我就必须一定要下山 或者是我就要停在旁边等人家来 道路救援等等的这些部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电动车的一个要挑战的部分会比较多 那我们如果那接下来就一定会提到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组在讨论的时候 比较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处理 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在第一个在鼓励拉力的部分的话 现在政府好像已经有推动 就是我们会针对电动车 然后你买电动车 它会给你一些额外的补助 现在这个部分是有的 那当然我们自己额外提出来的部分 是我们希望搞不好可以在市区内 或者是在一般的地方 我们可以设立那种电动车的专用停车位 但当然这个是针对初期还不普及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政策去做 那等之后电动车补及之后 当然就不会有 可能就不太会有这种专用停车位的需要 那还有就是因为企业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公车 或者是有些公务车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推动企业先使用电动车 产生一个带动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趋势 那当然有拉力就一定会有推力 就一定会有限制 那我们的限制主要是在油车这个部分给予限制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提高油价或者是燃料水 那这个部分提高油价可能会跟市场机制有关 这个我们就先不特别去做讨论 因为我们今天是主动在政府的这个角度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会限制就是油车的谈判的标准 还有刚刚最前面一开始提到的 法令的一个部分 我们2040年的时候就已经会 台湾就已经会禁售油车 都是全面卖那种电车 对那当然在就是一定要有一些配套措施嘛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提到的配套措施 其实大概就是两个 那我们就是在考汽车驾照的时候 我们会针对电动车进行一些教育训练 或者是甚至搞不好之后可以把电动车 纳进去考题也说不定 对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立法规范 就是停车场要有一定比例的充电桩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小字 其实目前现在已经有一些办法有提到 像像民营的民营路外的那种公共停车场 的话我们就会提到说 各个停车场都一定要有一%以上的 就是停车总数的 比方说你有100个停车格 你就要有一个停车格式电动车的停车位 对那我们想再回到就是最前面 我们想跟稍微大家提到一下厉害关系人的部分 那在厉害关系人部分 刚刚政府前面已经就刚刚就已经有讲到解放那边 有稍微去提到 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做更多的琢磨 那我们比较想谈的是在 就是一般的那种传统的维修车场 对那因为一般的传统维修车场 他们可能的技术或者是他们的教育训练还不够到 就是进行到就是可以去修电车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过去都是修油车的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点涉及到公正转型的部分 可能之后我们会希望政府可以在这个部分 针对一般的那种传统维修厂的维修技师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就是 比方说教育训练或者是培训 然后让这些技师不至于就失业 然后可以然后而且也可以跟得上就是这样子一个电车 电动车的一个转换潮 那我们还有想到一些蛮特别的部分 就是在媒体跟车场品牌这两个部分 可能可以做一些结合 那现在其实有一些人会对于电动车感到不安全 其实是因为媒体会报道说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应该说会有一些媒体不对的 或者是过度的渲染跟报道 比方说其实不是自动驾驶是辅助驾驶 但是就会媒体就会直接把它说成是自动驾驶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比较多的疑虑 那当然这样子的报道也可能 当然不是一定 但是也有可能是跟车厂本身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车厂请媒体这样子做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额外的延伸出一些小小的细节 想要跟想要就是可能引发大家的思考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部分 媒体试读的部分 或者是在一些 对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媒体跟车厂之间的定位 这个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时间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等之后电动车普及之后 那当然因为成本的考量 所以假设我们去用到中国的一些零件的话 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中国的资源问题 这个大家也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提到说 电动车其实相对它一定是比较 相信我们它一定是比较减碳的 但是它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觉得也可以 大家可以再来去思考一下 对那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我们的我们想到的挑战 其实比优点优势还要来得多 那我们的解放也比较多着重在政府的方面 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为了要健能减碳 要呼应我们这堂课 所以我们未来还是会希望说 希望就是希望政府民间跟企业跟个人 未来可以就是更好的来去讨论 然后共同找到出一个更好的解方 然后来去完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配套做事跟方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